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雅各科技的总经理 每个礼拜的晚上八点钟 我们都很高兴跟你见面 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周遭里面 有一些怎么样特别的朋友 他人生的特别的经验 可以成为我们很好的借鉴 或是很好的激励 或是很好的帮助 使得我们的人生 其实有的时候有遇到一些困难 可是我们不用害怕 虽然有的时候比较辛苦 可是我们不用痛苦 虽然有时候比较孤单 可是我们也不用担忧 今天我要特别跟大家介绍 一对夫妻的夫妻党 这位先生他叫林文广先生 他目前是在核心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担任国外部的经理 若不是因为现在有疫情 他是整天在国外飞来飞去的 所以他的工作可以给他扩大很多的视野 我相信他应该去过很多的国家 看到不同的文化之下的家庭制度 以及婚姻之间夫妻的互动关系 今天还有跟他一起 在他旁边是他的妻子 郭亚娟姐妹 今天为什么要特别的来拜访他们 访问他们 因为现在的时代实在是不一样了 其实很多的父母 当然孩子长大的时候 现在如果要娶媳妇的时候 其实有多少人在想说 我的儿子想要跟我住在一起吗 还是想说他们什么时候要出去住呢 现在的年轻一代呢 他想这个时候我住在家里可能比较节省 可是最一段时间就想说 我应该可以自己出去了 然后这个时候 有多少人可以想说 我们娶一个媳妇进来 可不可以来照顾我们 我老的时候他可以照顾我呢 还是我生病的时候 他们可以照顾我呢 其实现在都是 现在的时代里面 其实很多很多五六十岁以后的人 常常想到这类的问题 应该都觉得 到底未来会是怎么样 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不敢想 想说 他们结婚之后 我老了 我病了 他们可以怎么样照顾我们 可是实际上他们这对夫妻 我真的是非常的欣赏 首先 这位先生呢 我认为他其实本质 他是非常孝顺的一个男生 如果他本身没有很孝顺他的父母的话 他不会这么期望他的妻子 能够帮他来照顾他的父母 我身心是这样对不对 我想是这样子 然后他也娶到了一个女人 一个女子 这个女子也很特别 因为我刚刚有跟他分享 我们家七个女儿 我想我们都很有教养出类似这样的名字 他真的是愿意成为他丈夫的帮助 他愿意 他愿意 当他丈夫不管工作在家里 还是在外面的时候 他愿意照顾他的父亲母亲 不管是身体健康的时候 还是身体不健康的时候 还是安老的照顾 不是一天两天 也不是一年两年 一生加起来一二十年 这样的人生 他们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困难 他们怎么样的遇到困难当中 他们又彼此相助 彼此帮助对方实践他们的理想 他们又彼此相爱 这是今天很特别的一个案例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把 他们邀请到节目当中 我也特别的邀请 我们的朱家慧小姐 来成为今天的访谈人 因为我想他丰富的人生经验 以及我相信他也是有结婚 有孩子的婚姻生活 所以由他来访问 应该会更深入 而且更完全 接下来我们也很高兴 能够再次的邀请 从东港专门来的 月儿林洋堂 东港福音中心的敬拜团 带给我们美好的诗歌 请 哈利路亚 那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 一起来敬拜神 祢是新神祭的神 绝望终止下盼望 下眼看见清明的影子 在祢没有不可能的事 祢是新神祭的神 绝望终止下盼望 在祢没有传终止下盼望 在祢没有传终止下盼望 祢没有传终止下盼望 所以我要 要相信 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 直到每个大能应许 都完全成就 成就 你是新神级的神 绝望终止下徬徨 下眼看见几平都一致 在你没有不可能的时 你是新神级的神 绝望终止下徬徨 在你没有转动的平安 每个必须都是在安门 所以我要 要恍惚 一遍一遍不停来恍惚 直到夜灵各地逞强 一遍变倒塌 所以我要 要相信 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 直到每个大能应许 都完全成就 成就 直到每个大能应许 都完全成就 成就 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人生是一本本的书 编织而成 你婚姻的这本书是什么书名呢 今天我们要请到文广和雅娟 一起来跟大家分享 婚姻这本书是多么的动人 而且精彩 我们首先先请文广 来跟我们分享 她家人 她从小的成长的背景 跟环境 跟家长对她的期待 谢谢杨姐跟嘉惠姐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我跟雅娟能够来到雅克会客室 来分享我跟雅娟在婚姻生活当中 我们得着神的恩典 可以这么说 如果今天没有神的话 今天我们的婚姻家庭是破碎的 对我个人来讲的话 会是一个妻离止善的一个境况 但是感谢有神 那讲到我的成长的背景 其实我是来自宜兰一个非常淳朴的一个乡镇 那我在家排行老妖 我上面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 那我父亲是当年随着政府破间来台的军人 所以我跟我父亲年纪差异相当大 48岁 我父亲48岁的时候生了我 那再加上我父亲老年又多了一个儿子 所以我爸爸对我来讲非常的疼爱 跟哥哥姐姐比起来 那我妈妈呢 我妈妈是比较传统的一个 一个父女 那因为她本身她也必须要传承 她娘家那边的香火 所以我妈一直希望说 她能够有两个儿子 然后另外第二个儿子可以继承 我妈娘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香火 主线的传承 那所以我是从母姓的 对我爸爸姓王 我哥姐都姓王 那我从母姓姓林 目的就是我妈希望我能够继承 临家的一个香火 那因为我从小就在家里面老妖嘛 被受父母亲的疼爱宠溺 可以说我从小到大什么事情 上面有哥哥姐姐藏着 被罚也是他们被罚 我总是轻轻的被放过的 那什么事情都很顺 所以读书求学 出了社会工作 我自认为是一帆风顺 也没有经过什么很大的一个困扰 所以对我来讲的话 其实我是无神论者 在年轻的时候 我认为什么事情 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我都可以handle的很好 所有事情 我都可以控制的很好 照着我的期待 我的目标的想法去进行 一直到我出了社会 刚成了家 我也是都一直这样的一个认为 的确不容易 从宜兰来的文广 他怎么样呢 在这样子一个环境之下 是爸爸是年长的时候 比较年长的时候才有了文广 那文广呢 应该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那我们来看看 他的妻子生长的环境 是不是也跟他有同样的生长环境 背景跟信仰 我们请文娟来跟我们分享 杨姐 嘉惠姐好 那我的家庭背景呢 跟文广有极大的不一样 好 那恰恰我们 他是最小的老妖 那我是老大 那我们家呢 我们家我的爸爸妈妈 是 就是做出众工作的 那我的爸爸妈妈很辛苦 那我从小就要被训练 可能我的爸爸妈妈出去工作以后 家里的所有琐碎的事情 都必须要我去承担 当我开始在承担家里的事情的时候 是我国小三年级 所以国小三年级 我就必须要煮饭 洗衣 然后带带弟妹 因为弟弟妹妹都很小 那我妈妈是一个相对比较严格的 特别对老大 因为老大他需要负责很多的事情 所以呢 我在家呢 妈妈对我的要求非常高 就是她早上要出门的时候 她要交代我很多的事情 譬如说我要洗衣服 我要拖地板 我可能放学回来 我还要煮饭 那这一些事情呢 她出门交代我 她回来一定要我所有的完成 而且要完成得很完美 如果完成不好 可能我会被处罚 会被骂 所以我就养成了一个完美主义的一个个性 那我的爸爸妈妈非常传统 她希望我能够在这个家里面 承担大姐的一个责任 哇 的确不容易啊 雅娟让我听起来 你好像现代的阿信一样啊 虽然是长女 那个现代的花木兰 要扛起家中所有的一切的重担 然后呢 我们来听听看 文广 那你们在这样子远距离的交往 什么时候想要进入婚姻呢 其实我们在高雄认识 因为我的单位在高雄 那其实上来讲的话 因为我父亲生病 我就回到了宜兰 所以我们开始远距离 那因为我父亲大概诊断出说 他肺癌 在那个年代肺癌不容易医治 那医生也很明确告诉我们说 我父亲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 那我上面哥姐也都成家了 那父亲又很疼我 我不希望说 因为我还没有成家 我父亲离开了 给他一个很大的遗憾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就去找我的岳父 就是雅娟的爸爸 我直接跳过他 直接跟我的岳父提亲 我希望说 因为我父亲这种情况 我希望尽快能跟雅娟结婚 哇 真的是不容易 一个在北 一个在南 然后呢 偶然的相聚在一起 所以来自 两个不同的家庭的环境 跟成长的背景 合而为一 然后他们的婚姻 会有遇到艰难跟危难吗 我们首先要请雅娟来谈一谈 建立家庭后 所面临的挑战跟困难 那文广去跟我爸爸提亲嘛 那我觉得 他也没有来跟我求婚啊 所以我就觉得 我好像糊里糊涂就嫁给他了 那 那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非常的传统 那他觉得 嫁鸡水鸡 嫁狗水狗的一个观念 那那时候我自己开了一家花店 那我在经营一家花店 我非常的有成就感 但是文广就跟我爸爸提亲 变成说 因为我已经跟他交往了三四年了 是不是应该要结婚了 那这个是可能是我自己也有这个观念 所以我就 我就结束掉 我要跟文广结婚的时候 我就结束掉我的花店 还有我所有的课程 我就跟他到宜蘭去 对 那在那个时候 文广跟我讲说爸爸生病了 那我也很同理他 爸爸生病了 那他要让爸爸放心 所以 结婚这件事情 我其实懵懵懂懂 因为我才二十几岁 我不知道结婚以后我要做些什么 那我要怎么成为人家的太太 我压根没想过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说 我这么快要跟他交往后 我这么快要结婚 因为我的花店才开始很兴旺 对 那这个是我跟文广 在要跟他进到婚姻之前 我自己是一个很单纯的人 我没有去想很多 然后我们就进到婚姻了 所以雅娟你有沒有觉得文广没有经过 先向你求婚 居然先去向岳父岳母来提亲 你有沒有觉得不被尊重呢 当然 因为我觉得说我也很渴望被求婚嘛 特别我们两个的交往 其实都是很务实的 我们没有太多的恋爱的一个状态 譬如说每次约会都在花店 然后他帮我送花 然后不然就在劳工公园 两杯饮料 然后没有鲜花 没有电影 没有餐厅 通通都没有 那劳工公园是我们唯一约会的地方 的确 那你就这样子进入了婚姻之后 你所面临的 你放下了花店的生意 然后去到了宜兰 你面对的生活是什么呢 因为我跟他结婚后 我就结束掉我所有的工作到宜兰去 那宜兰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陌生的地方 我觉得我 特别是跟他的父母亲 我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没有见过几次面 那我们结婚以后 我们就出去度蜜月 那没想到蜜月还没有结束 我公公就生病住院了 那住院以后我们变成说我们要提早从美国回来 那回到宜兰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马上进到医院去照顾公公 那公公一百八十几公分 非常高大 但是这个都还好 就是他有一个外省人的腔调 因为他是从大陆来的老兵 所以他的那个香音很重 我在照顾他的过程当中 我非常的害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跟他说话 因为他讲什么我常常听不懂 我也不知道他需要什么 所以我们两个常常鸡同一样讲 他他发现我听不懂的时候 他也会很沮丧 因为生病的人 其实心情都不会太好 所以公公讲话也都不会 对 就是带着情绪 那我非常害怕 我心里想说 那我都听不懂你的 我要怎么照顾你的 的确不容易 新婚的雅娟 然后面临到这个 生了重病的公公 那又是外省人 这个口音不是很清楚 当然要照顾一个病人 绝对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雅娟 你也承担了这个 照顾公公的这个重担 这个时候你情绪上还可以吗 那我在那个当下 其实我 我会觉得说 我为什么要大老远的结婚来 照顾一个 我不怎么熟悉的公公 然后我开始对我的婚姻 产生一个极大的怀疑 因为我每天早上六点 我就必须要到医院去 然后一直到晚上八点 我才能够又回到我的住处 我一天有十几个小时 必须要跟公公在一起 然后生病的人可能他们 因为公公是肺癌 所以有时候在照顾的过程当中 我俨然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看护 我从早到晚 我觉得我好累喔 我觉得我为什么要一天十几个小时在医院里头 那照顾一个多月以后我发现 我觉得这个是我真的 我每一天在医院里头 我都觉得我心情很不好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照顾我公公 话听不清楚 然后公公常常发脾气 然后我又没有办法 不知道一个二十几岁 刚开始结婚的人 我要如何去照顾一个生病的公公 所以我对于文广 我就要求他 我就说文广 你可不可以替我找一个人来照顾公公 一天就好了 让我喘一口气 他给了我的重恶是 老婆我跟你讲 爸爸妈妈是我的责任 你不要想说要去找谁来照顾 就是你 你是媳妇就该尽媳妇的责任 那这样一个重恶压在我身上 那我父母亲很传统 他还认为说媳妇本来就是应该要照顾公婆 我就这样被压制到 大概两个月的时候我终于受不了了 我就跟文广讲说文广我们离婚吧 我走不下去了 我觉得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重担太艰难了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再走下去我们离婚吧 然后他就说老婆 我没有打算跟你离婚 我就说那你去帮我找一个看护 帮助我 我爸爸不喜欢看护 所以呢 在我那个很高压的状况之下 我的情绪也起来了 我开始伤害自己 因为如果你不离婚的话 我大概 我记得我做了很激烈 然后很情绪化的一些伤害自己的动作 然后对于文广我有极大极深的苦毒 我觉得我今天会变成这样都是他害我的 我今天我今天从高雄嫁到这边来 我没有享受到新婚生活 我没有想到那个陪伴 那个过程通通没有 我就直接从一个媳妇的角色 就直接跳到一个看护的角色 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在高雄结束了所有一切 我在医院里头 我常常觉得我就是一个看护 我没有成就感 我不知道我是谁 我为什么要叫到这边来 所以我对他非常埋怨也苦毒 我觉得都是你害了我 都是你带给我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真是不容易啊 雅娟 这样的在情绪上 在时间上长期的受压制 然后呢 心情也不知道如何的来平复 文广你看到妻子 经历这么多的压力后 如何在认识上帝之后 能够跟妻子的关系有改变呢 其实一开始我也很错愕 因为结婚不到两个月 我老婆就要跟我离婚 那我也觉得说 我们结婚之前 你是那样的一个温柔体贴善解人意 为什么结婚之后 你马上变成一副不可理喻 歇斯底里天天情绪化的 我完全不理解 那因为我父亲来讲的话 那时候病很重 就是三个月之后就走了 那我一直跟雅娟讲说 你帮我这段时间好好照顾我的父亲 那我以后我会加倍的来珍惜你 那是我单纯这样的想法 那后来我不晓得说 雅娟为什么情绪那么大 那结婚一天天过 日子久了之后 我发现她好像有一点忧郁症的倾向 而且有带点智产 那常常我讲话 只要针对我家里面 她就马上爆了 就歇斯底里的 甚至有智产的倾向 那让我觉得说 婚姻对我来讲 好像是走入了一个痛苦的一个深渊 我每天要面对她的情绪 我讲话要自争俱主 真怕哪一句话吃到她 她情绪又发作了 所以我开始我就不大愿意回家 我宁愿加班多赚点钱 我也不愿意提早下班回去面对她的情绪 那一直时间一直到我母亲生病 那有一次就是我母亲生病 因为我要出差 我先回到宜蘭看望我妈妈 那天晚上我们通了电话 那我不知道她那一天又怎么回事 情绪又发作 一直要跟我吵着要离婚 又哀求我叫我放了她 那那一天我也实在是没办法 那我说好 既然你那么痛苦 我就放过了你 其实我心里面也是有情绪的 他说为什么照顾我父母那么困难 那我也不轻松啊 我独的一个人要赚钱养教 我也不轻松啊 对你我也百依百顺 所以那天电话挂了之后 我们完成了所有离婚的协议 那突然之间 我觉得我心里面非常难过 我认为什么事情都在我的控制当中 为什么我的婚姻超过我的预期 我必须要去面对我妻离止善 所以我不相信神 那时候我认为一切超之在我 但是那一次我祷告 真正的跟神讲说 我为什么在我的婚姻家庭这么失败 第一次我清楚听到神告诉我 文广你完全不爱雅圈 我非常错误 我为什么不爱我 我对这个家伙 我牺牲奉献也很多啊 我对我的妻子百般的容忍她的情绪 上帝很清楚告诉我说 如果你今天你爱她的话 你不会无视于她所有的付出 你不会完全不在意她的需求 就像我让耶稣爱你们 祂为你舍己 但是你不为雅圈舍己 那突然间我 突然有这个想法 我稍微有点清醒了 第二天我应该要到机场 但是我先赶回高雄 我跟她道歉 然后后来再经过教会里面的 恩爱父母影之后 我才开始懂得说 如何真正的去爱我的妻子 哇 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 在文广跟雅娟他们这个磨难的婚姻当中 神伸手介入了带给他们一线的曙光 我觉得刚刚文广讲到这个转捩点 她说突然间 突然间她觉得 为什么她以前没有体谅到亚军 我觉得这个讲起来很简单 做起来太难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访问 今天是上级 其实下个礼拜 8点钟的时间 我们会有机会再来访问这对夫妇 其实我很期望 文广是不是可以 把那个转捩点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一下子就通了 那之前几年为什么都不通 而且两个人都很辛苦 其实我这样听起来 对这个先生来讲 其实他这么爱他的父母 对不对 你看48岁 他才出生 等他会做事 他们都很老很老了 所以他当然期望他能够有机会 静下到 可是这个女孩子太不容易了 自己都还不知道 自己都还没有成熟 就要去承担很大的挑战 所以 可是突破点 就是文广刚才提到的 我怎么突然间明白了 耶稣怎么爱我们 他应该怎么做 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我希望下个礼拜 礼拜三八点 各位朋友 如果你们自己 在夫妻的婚姻沟通上面 也是有一些卡卡的 而且不是卡一下卡了好几年了 还是你的朋友 你的孩子 你的亲戚 你的朋友还有这样的状况 我相信很多人有 你邀请他们下个礼拜三的晚上八点 我们一起来看两个会客室 因为这对夫妇 他们的故事继续如何发展呢 他们一直这样卡吗 还是他们进入了不一样的生活 不一样的人生阶段呢 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呢 有什么可以帮助每个在婚姻上 沟通上有压力的夫妻 来突破 来进入一个新的美好的下半场 我们把时间在下个礼拜 邀请大家要回到我们的中间 礼拜三晚上的八点 谢谢大家今天的观赏 下个礼拜见 平安